Blood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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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沒東西吧 那我開燈應該是沒事了 沒錯我們的專屬頻道會員就開張啦 就是我們有會員專屬徽章 接下來還有會員專屬的貼圖 這邊 這也是加入才會有 然後就是有Shieldy的表情包 不定期在開舉願池 那周邊商品的話也會有會員專屬的折扣喔 可能我們會不定期有會員專屬的貼文 還有一些NG畫面 以及一些 自己下的生活影片喔 社群看不到的 就在會員才會有 對大家聽到是不是很心中呢 趕快按加入吧 加入加入加入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Shieldy的館集團 我的集團 愛捆的Shieldy 我好像兩個融化的棉花糖 整個是融化的感覺 欸 站起來了 好沒錯那今天呢 我們要幹嘛呢 今天我要來做一件 我們曾經在一部影片上呢 曾說過不會做這個實測 但我今天呢 要來一個人挑戰 今天只有我跟Shieldy 大家有看過我們之前拍過一集 那個血腥馬力那一集 那今天呢 我們也要來挑戰一下 而且今天是我一個人 雖然有點害怕 但是現在有Shieldy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還好 今天一樣是半夜三點的系列 現在是半夜三點十分左右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要 半夜三點呢 來挑戰這個血腥馬力 Bloody Mary 就是傳說在黑屋中的鏡子啊 的前面叫三次 他的名字呢 便會出現 就是講三次Bloody Mary 據說召喚成功可以預見未來 可以在鏡中看到他的倒影 有事無害 但有時候會害人 簡單來說就是你在廁所的鏡子 然後關燈 講三次Bloody Mary 血腥馬力就會出現在你的鏡子面前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挑戰成功 因為我自己很好奇 但是我也是有點偏不相信 因為血腥馬力有這麼顯嗎 他有可能讓全世界跑來跑去嗎 我就打個問號 所以我今天就想來實測一下 好 那廢要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來挑戰今天的 半夜三點 這個血腥馬力吧 Midnight Challenge Bloody Mary 好 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開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 然後記得按讚這支影片 然後記得按讚這支影片 馬上還有D卡喔 厲害了 那馬上現在挑戰這個血腥馬力吧 來看我們今天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下去吧 馬上挑戰 好 各位 那我現在來到我們的廁所 沒錯 因為呢 大部分好像都是在廁所拍這個實測 OK 這是我們的廁所 然後呢 我已經準備好的蠟燭 因為據說這個實測好像也要有蠟燭 會比較有可能會成功 待會呢 如果我在這邊喊三次Bloody Mary 出現的話就太扯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其實我有點不確定是要開燈獎還是關燈獎 所以我們都試一次好了 所以我們都試一次好了 感覺所有人都要關起來還是會比較 有機會成功 那我好像也關起來了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先試一次 開燈然後測試講三次Bloody Mary 來看會不會成功 OK 好 我們來試一次囉 Bloody M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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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完全沒有事情發生 蠟燭也正常 廁所也正常 所以只要講Bloody Mary就可以了 這個儀式好像太簡單了 就試一次好了 我覺得我們拿Case再看中文 因為我們是在中文體系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講它很開心中文 再一次Bloody Mary好了 Bloody M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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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講看中文好了 血腥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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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覺得它這個儀式有點太簡單了 感覺好像還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步驟 比較可能會發生事情 因為像CharlieCharlie那個就比較多步驟一點 這個只有講名字有一點 有點難耶 我目前是沒感覺到什麼異轉 CRD在外面轉來走去而已 好 目前都沒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來關燈測試一次 關燈可能比較有機會 其實什麼感覺這個感覺 好 那我們就吃一次吧 我覺得很可怕耶 半夜3.1個人在這邊搞得出 講三次Bloody Mary來囉 Bloody M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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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here? 靠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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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有東西啊 欸 Sherdy啊 剛剛有門把的聲音 大家有聽到喔 怎麼可能 應該Sherdy撞到門把 看一下 我開個燈看一下 欸 Sherdy怎麼了 他們不太可能摸到門把啊 OK各位 半夜3點太可怕了吧 剛剛他有門把的聲音還是 我不知道是門把 大家剛剛有聽到嗎 我們可能會重放一次 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因為那個聲音有點奇怪耶 我不知道是門把的聲音還是 好像是Sherdy碰到門的聲音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撞門一下 就是可能進出然後又撞進去這樣 但是他們沒有很大力的 所以應該是還好 不知道可能是他們撞門的聲音而已 OKOK好 我覺得關燈真的有差啦 我覺得關燈好可怕 我剛剛有一絲的畏懼 突然有點害怕 OK好 我們再試一次Bloody Mary 來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欸 蠟燭突然火變小 他剛剛火不是很大嗎 大家可能看不太到 因為這裡的火突然變小 我不知道什麼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好像沒什麼重大事發生 我覺得這是可能就挑戰失敗了 因為自己覺得不太可能 血清馬鈴會過來這邊 因為他還有這麼閒嗎 但世界各地這樣都飛來飛去的 OK 那可能挑戰失敗了吧 那我們就 差不多了吧 我們已經講了三四次的Bloody Mary 所以 還是我們再試做一次啊 好吧 再試看看好了 好各位 剛剛呢 發生了一個奇怪事情 那個 我剛剛突然自己滅掉了 但我在想會不會是那個 冷氣的風吹到 因為剛剛突然都滅掉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想說 那不然就測試一個 沒有蠟燭的 就是關燈的 測試看看 講三次的Bloody Mary 就是讓全黑來散看 因為 感覺全黑是比較好feel 就是沒有蠟燭的光 好那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關個燈看看 完全看不到欸 我靠 太扯了喔 我們就來試看看嘛 之外我們就結尾啦 那我就關燈 講三次Bloody Mary 來看發生什麼事 好來囉 Blood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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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東西吧 那我開單了 應該沒事了 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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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靠北 靠北 看有東西嗎 靠 我靠 看錯嗎 怎麼可能 屁啊 怎麼可能 沒有東西啊 靠 欸各位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怎麼可能 靠 我們先暫停吧 我們先 結束吧 我們先結尾好了 我們結尾 我們結尾 皮太扯了吧